感谢一郊伙伴对苗栗县的付出 让县内的交通顺畅好心 苗栗县长中东景是特地借由 交通义勇警察基本训练时 来表扬荣退及机优的一郊 身为一郊大队长的苗栗市长余文中 也添购了全新的球鞋 让一郊携清酒镇更加舒适安全 六位荣退一郊及25位机优一郊 凯模一一上台 苗栗县长中东景亲自颁奖表扬 感谢他们不辞辛劳 在上下班尖峰时刻 重点节庆以及各项重大活动中 协助交通指挥疏导工作 我们警察局的交通队之外 再加上我们一郊好朋友的来支援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警察局的规划之下 会让游客来到苗栗感觉很舒服 让交通顺畅 那这一点真的要代表我们 所有的观光业者跟苗栗的乡亲 再一次跟我们的一郊伙伴们 致上十二万分的感谢之意 谢谢他们的努力付出 让苗栗的交通顺畅 苗栗县警察局办理交通义勇警察基本训练 除了颁奖表扬容退与机优一郊 透过训练课程也建立一郊专业优良形象 让邪情名利熟悉法规 了解各项知情技能 因为交通规则的改变 跟这个我们也会有一些基础建设 所以对于这个一郊纳队的长训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但要让他们知道改变的新的规则 还有各种这个新路的路的地段 所以我想这个时事已尽 这个随时要调整跟改变 我想是必要的 感谢县长去年补助一郊更换机能性服装 今年一郊大队也以顾问费用购买全新球鞋 让一郊伙伴们在执勤时能更舒适安全 感谢我们中县长在去年 就已经装备补助我们一郊同仁 大概有超过60万的衣服 所以我们一郊的衣服是全台湾第一个 有机能性布料的这样的一个衣服 因为那个衣服的布料 比较不会太多的汗流在那边 会比较透气 那当然今年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我们自己 我自己一郊有一郊顾问的费用 我们就拿了三四十万 来买了大概220一双的鞋子 来给我们所有的一郊同仁伙伴 未来也希望有更多愿意投入公众服务的乡亲 加入一郊行列 一起维护交通安全 让大家都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